上一回咱们讲到朱元璋在应天城外的龙湾大败陈有亮 对于陈有亮来说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 毕竟一直以来陈有亮都是成功的人 但是这一回他是彻彻底底的打输了 陈有亮认为这次战败的原因 就在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水军方面的优势 所以回去之后他就更加用心的去嫖叫自己的水军来建设自己的舰队 应该说呀 这个陈有亮给咱们国家的造船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伟大的正和下西洋的船队使用的航行技术和造船技巧 就都是从陈有亮那儿继承过来的 当然了也算是朱元璋抢过来的吧 因为是明朝的事儿嘛 这一次陈有亮制造了一种秘密武器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船 这种战船它的高度有好几站 上下居然分为三层 每一层当中都可以骑着马来往 最下边一层呢 是讲手和舵手 他们只管划船 上下层之间都隔着 这种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 怎么科学呢 这上头打得天分地赋 下边还能保持着动力 更为可怕的是 每条船的外边都用铁皮蒙着 这应该说在当时就是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了 另外一个设计呢 就很能体现出陈有亮的性格了 这种大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 做的是非常的好 虽然这个上下只隔着一层木板吧 可是呢 互相听不见说话的声音 看来呀 陈有亮还是咱们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 当然了 这个是我说的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够把船里的人都给隔绝开 即使是上边吃了败仗 下边的人也不知道 照样拼命的划船 反正啊 你们这些人都得跟着我陈有亮 一条道走到黑 至于你们的死活 那我就不管了 您瞧见没有 这种心思技巧的人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而这个时候 在陈有亮下游的朱元璋呢 也不轻松 朱元璋知道 上次的失败损失 对于财大气粗的陈有亮来说 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大户人家嘛 家里有的是凉 碰到灾荒什么的 也不用怕 停停就过去了 可他自己呢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 手里有的只是那一点点 从陈有亮的手中搅和来的家伙 万一出点什么事 这个损失上哪补去啊 另外一点 更让朱元璋烦恼的就是 陈有亮啊 在长江上游 他朱元璋呢 在下游 这就让朱元璋很不舒服 这种心理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 好比你住在山坡下边啊 另外一个跟你不对付的人呢 住在山坡上头 你每次都要抬头看人家 你说这难受不难受 哈哈 陈有亮在长江里洗脸 那朱元璋在下边就得喝他的洗脸水 那陈有亮在江里洗脚 朱元璋在底下就得喝他的洗脚水 那陈有亮要是在上头往里倒马桶呢 这就甭提了 朱元璋啊 是越想越难受 这个挥之不去的陈有亮 就像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顶 所以说朱元璋啊 在这些日子里 是没有一个晚上能好好睡觉的 在朱元璋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一定要打败陈有亮 陈有亮有了新式武器 他非常的高兴 所以从至正二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六一年开始啊 他就不断的和朱元璋打水战 嘿 我的船比你的船厉害 我在水上打 肯定能打得过你 我就不上岸 你不是骑兵步兵厉害吗 我跟你打水战 所以说呀 陈有亮一直都是胜多败少 不过呢 这也使得陈有亮更加迷信武器的威力了 应该说陈有亮最后的失败 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认识到 什么样的武器是最强大的 那不是军队的人数 也不是武器的先进性 更不是舰队是不是强大 而是人心 这个人心的转变可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陈有亮手下的人 这个人心他是怎么转变的呢 咱们就拿赵普胜来说吧 赵普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 据说呀 每次打仗进攻的时候 他总是手持双刀 第一个向对方发起冲锋 从来不是喊着那种兄弟们上 然后自己躲在后头的那种人 所以呀 这个赵普胜在士兵的心目当中 威信非常的高 其实他对陈有亮也不错 由于自己是个大老粗啊 这个赵普胜很敬佩 能够读书写字的陈有亮 每次见了面 他都管这个陈有亮啊 叫陈秀才 把陈有亮当成自己的兄弟看 而陈有亮呢 为了能够完全的控制天安国 竟然把赵普胜给杀了 赵普胜临死的时候 也没想明白 这平常总是笑面迎人的陈秀才 干嘛要杀自己呀 陈有亮杀了赵普胜 逼走了丁普朗和傅友德 从而达到了自己大权独揽的目的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失去的要远比得到的多 从士兵的窃窃私语和议论当中 从部下那一样的眼神当中 陈有亮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可是他并不在乎 自己已经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 我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 那我还怕你们干嘛呀 嘿嘿 这个变化呀 就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 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大伙对陈有亮的评价 大抵如此 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天丸国的士兵们呀 就不再是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丸国而去打仗了 他们打仗 只是为了要拿响银 要生活下去 您想想 这一支没有理想 只是为了吃饭而打仗的军队 那战斗力能强吗 而且呀 这军心也很不稳定 陈有亮很快就会尝到这个恶果了 当陈有亮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 他的部下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啊 这个镇守红都的将领叛变了 投降朱元璋了 哎呦 这个消息可是让陈有亮够生气的 所谓的红都是哪啊 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 在王博的腾王阁序当中 就有红都心腹的说法 这个地方对于陈有亮来说 可是太重要了 因为他的这个国都啊 是在江州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西九江 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呢 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就相当于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按了一个打钉子 哎呦 他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啊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陈有亮似乎并没有匆忙的去进攻红都 从他一贯的军事风格来看 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在想的人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他吸取了前次失败的教训 要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再去作战 陈有亮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和朱元璋从智政二十一年 呃打到智政二十二年 都是一些小打小闹 他没有这个心情和朱元璋在闹下去了 他在等待的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 他可以先忍耐 忍着吧 哈哈 朱元璋 你终究有一天会露出破绽来 到那个时候 嘿嘿 我就灭了你 陈有亮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在智政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六三年的二月 张世成突然向朱元璋北边的邻居 韩灵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 他攻击的是韩系红金军的重要据点 安丰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 更为致命的是 韩灵儿和刘福通啊 呃都在安丰城里呢 一旦这个人